自古以来,我们的住宅机构就是由门厅、卧室、造访、厕所四个要素构成 其余皆是次要素在 因此,这四处的风水状态就决定了整个住宅的风水好坏 门厅是进户门和客厅的总称 进户门是容器路口 此处需要流转友情,路迴旋 自宠室内,一方面有穿心煞之佑 另外一方面有弃冲而散之余 客厅是明堂 此处为家庭与外界联络通联的常数 也是水财流通的常数 所以门厅要符合市林中的朱雀要求 光明、开阔、秀丽、流转 卧室是家族数据之地 此处是住宅中生气旺盛 浓水交融的地方 也是男女交购繁衍指示的常数 要符合市林中的玄武要求 沉稳、安全、静谱 造房是水流进口 是生火做饭 给我们提供食物营养的常数 兴旺的住宅 造火不断 旺盛绵长 要符合市林中的清荣要求 高涨、蜿蜒、怜绵 厕所是水流的出水口 是清除背泥、保护住宅良顺的常数 要符合市林中的白虎要求 滴癌、温顺、顺服 综上所述 住宅四药的风水口诀是 田要开明、卧要稳静 照要高透、侧要伸长 学习到此处 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住宅 是否符合风水四药的要求 站在自家门口 面下雾内 室内的这个视野一览无余 明堂秀丽而不居气 就是龙气无情之震 解决方案很简单 赫室的位置摆放屏风 也在玄关 让龙气露户以后 回旋顿手 生气云节 再看客厅 如果通透明亮 无高大逼着的装修 无奇形怪状的装饰 形式开阔秀丽 就符合廷邀开明 再看卧室 卧室的门不要与进户门相对 相侧才好 如果卧室门与进户门相对 卧室内一烂无余 就是穿心萨之症 需要进行调整 因地制宜的进行遮挡 恢复物要稳健的风水格局 再看厨房 如果是开放式的厨房 照热菜箱 热气蒸腾 但就符合照耀高透的要求了 若是因为建筑机构原因 不仅仅是看某一个元素的好坏 而是要参看四个元素 这四个要素要与四灵一样 两两相对 一进一动一阴一阳 若是他们各式旗子 配合得到高低友情 就是很好的风水格局 住宅的风水师要布置好了 但想要住到长风俱气 纳水向阳 就需要我们了解 溶气陆户 水财朝夜的运行状态 下一期课 我们先学习溶气与水财 在住宅内的十二种旺衰状态 这也是看风水必须要用到的知识